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今天清晨北台的水汽仍位在台湾东方海面上 加上大气环境较不稳定 这一团水汽有明显发展的趋势 不过因为东南风风速较弱 海面上的对流运气并没有很直接带回到台湾本岛上 只有蓝雨以及绿岛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今天水汽仍会在东方海面上存在 台湾周围环境是相当的潮湿 配合着东南转偏南风的环境 今天东南部仍是有偶有局部短暂震雨的天气 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道晴 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并且今天在模式预测中 中南部的山区云系发展较为广泛 局部平原地区也会有午后短暂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雷震雨发生时 往往会夹带短时间较长的雨室 提醒大家今天外出时要集合攜带雨具 前往山区活动 务必要留意天气变化 明天太平洋高压将持续往东退 台湾周围的风向为偏南风 环境水汽仍较多 东南部还是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震雨 在清晨西班部沿海偶有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白天后各地的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 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不过明天因为环境风向的改变 震雨的热区会往北东部转移 有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 大家外出务必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如果遇到雷雨也建议适时的躲进建筑物内 以测安全 周末期间环境仍是以偏南风为主 不过整体的风速较快 各地天气多云道晴 午后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特别要留意环境上中北部山区 也有机会发展的较旺盛 局部近山区域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大家在周末期间安排外出活动时 可以多加留意天气资讯 气温方面随着环境的水气较多 风向也在逐渐转变 既然高温发生的机会下降了许多 不过还是要留意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2-34度 还是相当的闷热 大家在外出时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 并且要适时做好防晒以免热伤害 以上七项由天气风险防军人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